嗨 大家好 我是火花向安 就是前一段时间嘛 我不是发了个微博说 最近特别倒霉 就是特别水腻 因为为什么呢 前段时间我的脸被油给烫伤了 就某一个晚上 我当时想要煎点三碗鱼来吃 当时油已经烧得很热了 然后我结果把鱼放进去的时候 我疏忽了鱼油水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把鱼放在锅里 然后就炸了 那个油锅就炸了 你知道吗 油就 冻了我一脸 哇 天呐 那油这里 这里 这里 然后我当时蒙了 我以为我自己都要毁容了 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疼 然后就赶紧用手 把脸上油擦掉 然后就去水龙头冲 用冷水冲 如果你烫伤的话 最紧急的办法是用冷水冲 就不要去冰敷什么的 因为这样会损伤你的皮肤 然后就当天晚上它就还好 就是比较 比较及时的操作 然后脸上就没有起泡 就眉毛这里起了点泡 看来 这里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印子 就有好长一段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门 然后那个时候脸被烫伤了脸都不能洗 每天就只能用化妆棉 沾一点水 然后擦擦脸 更别说化妆了 还好家里有卤蕙胶 哇 推荐大家一个烫伤治疗神器卤蕙胶 然后我用的这个是HB的 英国这个牌子 非常非常出名的保际品牌 现在国内也有很多 它的专卖店 它们在这个卤蕙胶是 99.9%的纯度 所以它这个卤蕙胶是特别纯的 然后当时我就赶紧把这个卤蕙胶擦在 就是被烫伤的地方 然后过一会儿 大概就是一晚上的时间 你就不停的擦不停的擦 那这纯度特别高 其实擦完过后 它会有一层膜覆盖在上面 所以它相对于跟空气相隔绝了 就减少细菌的感染嘛 然后加上卤蕙 它自己本身有一种冰镇和镇静的效果 镇静消炎的效果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发现 它就是已经退红了 已经不红了 就留下三个就是油炭固的小底 就在我脸颊这里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已经褪色了 就已经开始变成棕色了 就是恢复的特别特别快 然后后面再坚持擦 坚持擦 现在已经就 已经就掉了 现在我这里 已经烫上已经全部都好了 就是还有一点点印子 看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是看得出来 有一点点痕迹的 不过烫上这种东西嘛 或多或少会有一点 色素沉着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哦 还有我手上这块 但是手上这块是 烫得比较厉害的 现在也已经脱皮了 然后在后期恢复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防止留疤和色素沉着 毕竟是脸 不管是脸还是身体的任意一个地方 不 任意一个地方 因为都是皮肤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护理 首先就一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因为像这些伤疤 还有就是伤口这些地方 如果让太阳 如果让紫外线照到了话 那它就会吸收紫外线 形成黑色素沉着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疤的 所以千万不要晒到太阳 就是在你受伤的期间 到后来呢 如果就是伤口好了 结痂了以后呢 你也要注意防晒 就一定要擦防晒霜 然后这个时候呢 推荐大家多吃维C啊 这个也是HB加的维C 就每天进去吃维C加胶原蛋白 内服维C加胶原蛋白 然后外面敷颅灰胶 保准你的伤口 直接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知道吗 就维C它是有去黑美白的效果 就是每天进去敷美白 然后去掉那个色素沉着 非常有效果 然后胶原蛋白 促进你的伤口恢复的 就好像比如说有些人 比如说有什么大的伤口啊 他们就会去煮猪蹄 因为为什么猪蹄美容呢 因为猪蹄富含丰富的 胶原蛋白 所以你可以吃胶原蛋白 这个也是HB加的明星产品 所以推荐给大家 以上三种HB加的东西 胶原蛋白 VC还有维C加胶 希望大家以后在做饭的时候 以及烧开水的时候 就是各种情况下 都要小心不要被烫伤 不要像我这么纯 有水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要下油果 它会炸的 好吧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一期视频呢 是关于这个夏季的 一个唇膏分享 其中包括有专柜唇膏跟开架 就我就选了一些主要就是一些什么 粉橘色 珊瑚色 还有一些粉色 或者是类似于粉紫色这种 比较活泼一点的颜色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 MAC的C-Share 就是那支非常出名的西游色 素颜可以完全厚得住 也不调皮 而且很显白 非常的温柔 但是试出来其实也是千人千色的 第二支呢 是MAC的Impassioned 这支是一支非常正 非常亮的一个眉红色 夏天涂会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两支都是我夏天 特别特别常用的 第一支很温柔 第二支很活泼 然后第三支呢 是MAC的棒棒糖系列的唇油 这支叫Tattoo My Heart 名字超好听 有梦有 非常的少女性 而且它是这种属于非常水润的质地 它是那种偏粉橘色 我觉得特别好看 但我觉得会比较适合白皮 然后不太好抹匀 所以你会需要用 比如说手指来抹一下 或者是用棉签来修饰一下 接下来呢 是YSL圆管12号 大名鼎鼎的展男色 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了 而且我已经买它很久了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重新推它呢 是因为我每年夏天就一定会把它再拿出来用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珊瑚红 然后质地非常非常水润 味道也特别香 闻起来就是一种香香的水蜜桃味 让你想要吃掉它 下一个是妙巴黎的四号色 就是Peach Club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桃子色 也是我觉得最有元气的颜色 一秒钟变元气少女 然后但是它这种丝绒质地的唇印呢 是需要做好润唇的 不然的话嘴唇起皮就不好看了 然后这只是我近期的最爱 然后是美妆界的业界良心 Smashbox 叫Bungia Bomb 它是一个非常荧光的桃粉色 然后它也是完全哑光这种质地 不会沾杯 但是呢因为它很亮 它带有荧光 所以我把这只推荐给白皮 就建议其他的黄皮黑皮 就不要尝试了 因为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我的房间窗户是潮汐的 所以那个太阳光就直接反射到我脸上 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Dior系列的 第一只呢是Dior的水感液体唇釉 779号色 它是一只非常正的眉红色 然后少女感也十足 不管是从外包装还是颜色 都是少女感十足 这也推荐给白皮 但是它因为它这个液体唇釉 它会比较黏 所以我就觉得画咬唇会非常可爱 然后它又给你那种嘟嘟唇的效果 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的两只就是 近期又让Dior唇膏大火的七光唇釉系列 第一只给大家推荐的是674 也就是K-Kiss 就是Pony在LA的时候用设计师 当时说这只唇膏的灵感就来源于 韩国女人的那种playfulness 然后给它设计了这种比较活泼的一个粉色 然后这一只呢是882 Sassy 这一只是比较拼瓷的 它比674更紫 它属于一种酱果色 但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因为我觉得很别致 很少有人推啊这个颜色 但是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好啦今天的试色 好啦今天的试色 唇膏试色就到此为止啦 Thanks for watching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或者给我投硬币 然后没有关注我 记得关注我 我是华尚恩 谢谢大家 比喷 皮 monte锅 啦 啦 感谢观看